大家好呀,今天我做了像贝壳一样的馒头 做法简单,而且颜值高到舍不得吃的那种 里面还包裹着满满的豆沙馅 如果你也喜欢,就跟着我一起做吧 准备200克面粉,95克水,2克酵母,揉成白色面团 再准备5克鲜掌果粉,2克酵母,200克面粉,再揉成一个粉色的面团 揉光滑后不用醒发 擀成两张一样大的长方形大面片 把粉色面放在白色面上,卷起来,切分成面剂 取一个面剂,擀成面片,用切刀按压出纹路 再从两边捏到中间的位置,这样贝壳馒头就做好了 再放一颗豆沙馅,放入蒸锅,饧发20分钟 水开即时蒸13分钟 好不好看,喜不喜欢,颜值太高了吧 实在是舍不得吃啊,有想吃的老铁 红散散白干干,吃完一起烫板板 烫板板,买山山,请捧头来吃饭板 翻翻里有红散散,吃完全村都买山山 来年长满红散 这次是舍不得吃的老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